断食,又被称为空腹力,是一种有益的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避免进食的饮食模式。 这不仅仅是为了达到体重管理的目的,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融合了健康、生理和心理的层面。 在断食期间,身体进入一种状态,促使代谢进一步调整,有助于提高能量利用效率,同时激活清理和修复机制。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活人生一百,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生活和健康相关话题的频道。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宝剑的知识,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 那影片开始了,断食并非当代现象,其历史可追溯至古代文明。 在许多宗教和文化中,断食都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例如,基督教的四旬期断食,伊斯兰教的斋月,拉玛丹断食,以及佛教的断食日等,这些都是信仰体现的一种自我约束,同时也被视为精神净化的方式。 在古代文明中,断食也被视为一种自我修复的方法。 希腊医学家西伯克拉底就曾强调断食对身体的治疗效果,而中医则注重断食对体内阴阳平衡的影响。 这些古老的智慧反映出人类对于断食的探索和实践已有千百年的历史,并一直演进至今。 断食对身体的生理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在进食后,身体通常会分泌胰岛素以处理血糖。 但断食能够延缓这一过程,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进而改善血糖控制。 断食还能激活自体清理机制,促使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和再生。 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整体健康。 断食对代谢的影响是断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进入断食状态后,身体转而使用储存的能量通常是脂肪。 以维持基本的生理需求,这有助于提高脂肪氧化,促进体重减轻。 断食还能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助于维护肌肉质量,使体重减轻更为健康和可持续。 研究显示,断食对慢性病有一系列潜在的益处。 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断食还可以减少慢性发炎。 这对于防止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炎症相关的疾病具有保护作用。 另外,断食还与抗衰老效应相关联能延缓老化过程。 医学界对断食的看法在近年来逐渐转变。 许多研究和临床实践都支持断食对健康的积极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断食可以改善代谢健康,降低慢性病风险,并有助于减重。 然而,医学界也强调,断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饮食模式。 对于务部、儿童、老年人以及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应谨慎实行。 一些临床研究正在深入探讨断食的机制和效应,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断食虽然有潜在的益处,但在实践中应谨慎对待,并在专业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对于普通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断食不必显得艰难。 一般建议可从简单的定时断食开始,例如每天限制进食时间窗口为8-10小时。 这样的方式不仅容易实施,也有助于身体逐渐适应,强调饮食质量。 选择新鲜多样的食材,确保在计时期间摄取足够的营养成分,是日常生活中实行断食的重要步骤。 断食作为一种减重方法,其效果是令人惊叹的。 研究显示,定时断食或间歇性断食模式有助于减少总摄入的热量,进而实现体重的减轻。 透过促进脂肪氧化和保护肌肉质量,断食有助于实现减轻体重的同时维持身体的结构完整性。 此外,断食还能改善血糖控制,降低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 进而有助于长期维持理想的体重水平,断食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是断食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断食期间,身体经历的生理变化同样影响着大脑。 研究发现,断食有助于增加脑中的原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这对于促进学习,记忆和情绪稳定非常重要。 断食还能减少炎症反应,可能对抑制焦虑和抑郁症状具有正面效应, 使人在心理层面感受更为平静和稳定。 断食不仅仅是一种进食模式,更是一种全面改善饮食习惯的生活方式。 在断食的过程中,由于有限的进食时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营养丰富的食物, 强调饮食质量而非数量,这有助于提高对蔬果。 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摄取,同时减少加工食品和高糖饮食的消耗, 从而塑造更健康的饮食习惯。 断食期间对于进食的注意力更为集中,有助于培养正练进食的习惯, 提高对身体饱足感的敏感性。 进而改善饮食行为,尽管断食对身体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效应, 但也存在一些可能的副作用,特别是当实行不当或不适合某些人群食, 其中包括低血糖。 在断食期间,血糖水平可能下降,尤其是对于已有血糖问题的人, 这可能导致头晕,昏倒或其他不适。 营养不足,长期的断食可能导致营养不均衡,影响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头痛和疲劳 断食初期 身体可能需要时间适应,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头痛疲劳或失眠。 心理影响 一些人可能因为长时间进食而感到焦虑、忧虑或抑郁。 为了确保断食的安全和有效性,有一些重要的原则需要遵守。 咨询专业意见 在开始断食之前,尤其是对于有钱在健康问题的人,最好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意见。 选择适合的断食方式 定时断食、间歇性断食等不同的断食方式适用于不同的人群。 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 注意饮水 保持足够的水分摄取 避免脱水 清洁的水有助于促进身体的排毒机制。 逐渐调整 如果是初次尝试断食,可以逐渐调整。 这样身体更容易适应。 保持均衡饮食 在进食期间 去保摄取均衡的营养 包括足够的蛋白质 输果和健康脂肪 注意身体信号 学会聆听身体的需求 不要强迫自己进食或过度节食 断食的健康益处 这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透过适当的指导和科学的实践 我们可以共同探索断食对身体和心理的积极影响 无论是追求更好的健康状态 还是减重的目标 断食都可能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途径 让我们携手体验断食的美好 共同迈向更健康 更充实的生活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今天这个主题 记得点赞和订阅 与我一同探索更多 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 感谢观看